這個節目並沒有提供的贊助 恭喜她 我們祝福她們為了發展更好 大家好 我們是 加滿桌子 要到年中談年的時間 沒錯 今天要講一個悲傷的話 悲傷話 就是這個是從 因為我們有做日本生意 所以它會有一些那種 商業情報網站 所以你去查可以查到一些東西 很有趣的東西 很有趣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再聊 我真的對這個 清單非常的在意 真的 王先生什麼意思 今天什麼意思 2022年倒閉的學校 2022倒閉的學校 你會覺得很不可思議對不對 就是真的會有一個倒閉的學校 這個裡面的清單 我最有印象的是 有一個代辦 就是它是非法的那種 就是它是一個網路代辦 臉書的很失常 然後它沒有實體的店面 然後它派了一個人來 然後問了 還問問怎麼主播 大學校 他來問 然後他就問了其中一間學校 我就說這間學校 可能會有一點比較不好 危險 危險不見義報 他今年 我如果沒記住 那個今年問 然後呢 他回去就大肆選擾 說什麼 你在批軍學校 他什麼 今年還不是倒 呵呵呵 今年還不是倒都暗示過你的 你覺得這些倒閉的清單 會是今年馬上才公布的嗎 蛤 別鬧欸 他走到半年前 大家都知道 天啊 他就是叫別報 然後在那邊講 然後現在 糗了是誰 他要怎麼跟學生交代 你怎麼跟學生交代 鬧的 呵呵 好啦我們今天2022年 倒閉的學校 那學校倒閉 我覺得要分析幾個情況 第一個 沒有繼承人 嗯 有一些學校是真的 沒有繼承人 譬如說我有點忘記 好像吉祥寺 哦 他好像那個老闆年紀很大 然後 然後學校的老師不想要買這間學校 所以他們就結束禮業 然後換另外一間學校 然後很多學校 第一種情況就是沒有繼承人 第二個 當然就是大家知道的什麼 經營不善 對 經營不善 那第三個 第三個 偶爾常見 然後是倒閉的原因是什麼 學校 有學生犯法嗎 哦 你說那個越南那個 那是學校犯法 哦 學校犯法啊 那是 那個是學校犯法 什麼 西日本 嗯 在福岡的那個 對對對 不是這個 第三種情況 偶爾會見到 但比較少 很罕見很罕見 那實在是有 學校租約到期 哦 他那一動不是牌 哦 然後他可能那個房子有點舊 或什麼 他 他就是可能地主 或是屋主 像的感覺 這可以理解 如果同學們 像日本Google 打日本語學校 日本語學校 控格 設立 設立 你就會看到很多 不是很多公司在 教你如何開日本語學 開語言學校 都有代辦哦 你看這家多厲害 就是這個業 真的是一個成熟的業界 只是學生你們不知道 相信我 你們很多學校的老闆 已經換過好幾樓了 只是你們不知道而已 除了一些老牌學校 他們不太會寬 因為他們可能就 泡沫經濟之前就排了 所以他們那些地啊 就是都是排的 我們今天砍砍有哪一些學校 2022年中 告示消別表一堂 順便抹消 芝麻里地下 也就是 總之來說就是倒閉的 有下面11間 11間 第一間我們請看 可以唸 好 倒閉好像被你腦袋 別上去 第一間是什麼 第一間是 專門學校 主力什麼 community college 對在立努縣 第二間 第二間叫 落葉國際教育學院 在祁鈺縣 第三間 第三間 東京JLA 外國語學校 找到田校 東京校 東京校 這裡有倒閉的 第四間喔 第四間是 東京 東南斯 南修 南修 日本語学校 你比一比詞不遠喔 什麼意思 呵呵呵呵 看不如東京校 看難 然後這一間 當然 這一間我有用下一間 喔 下一間是 東京國際令和學院 聽起來不太妙都沒吃 令和不就做兩年的時候 對啊 他們就令和開 卻不差令和不 最近我其實是知道 他們有來我們這邊宣傳過 限定學校 那時候 只要是 看奇葩的學校 你 呃 不是說學校新舊不好 而是說學校的背景 我會掉長 我會做被調 因為譬如說 他們有一些是 母光聲很大 那種 這種學校就不會倒 嗯 可是有一些學校 像這個 可能就 就 可能經理不善吧 我們在找 可能 下一間 下一間是 橫濱國際日本語學校 在哪裡 沈奈川 沈奈川橫濱國際日本語學校 好 下一間 下一間這個 N.D.JOPAN ACADEMY嗎 對 N.D.JOPAN ACADEMY 在齊鋪縣 齊鋪縣是真的想想 我在那邊工作一陣子 來 下一個 下一個是 ARC大阪日本語學校 在大阪 對 今年其實都一直跟同學說 ARC大阪是倒閉的 就是它 它是官校 但具體的問題點我就沒有問 因為它算是有名的學校 像同學們不是 考檢定考的 回去買一個什麼 新日檢完勝的 就是這間學校 他們學校做教材很強 可能是招生的問題 也可能是校舍的問題 也可能是管理者的問題 他們不是有一些學校會有分享 對 我要提醒一下 有一些學校不是有分享 它有分兩種 那種是真的分享 那種是假的 真的分校是 就是一個老闆有好幾個學校 同一個老闆的 對 另外一種是 不同的老闆 一樣的名字 然後它就分東京大阪 加盟的概念 像那個大阪有一個 三個字母的那個學校 它不是分兩個系統 對 它就直接跟我說 老闆不同人 對對對 不是嗎 學校名字有一點 它報名要找另外一個 對對對 東京有很多學校是這個 就是老闆不同人 對 然後這個是ARC大阪日本的學校 下一個 下一個 名字日本語學校在鳥曲 鳥曲 下一個 下一個是 麻生情報 畢竟年子專門的學校 在福岡 福岡麻生情報 畢竟年子專門的學校 好 好吧 下一個 下一個 專門學校九州 在福岡 對 專門學校九州 在福岡 所以11間是怎樣 這個 畢校了 畢校了 就畢業了 好 我們都請 不是 我們祝福他們 為了發展更好 他可能經營不上課 各式各樣理由都有 我們沒有做猜測 就簡單來說 他們學校 沒有一夜了 沒錯 要來他哪一間 這是2021年中告示 的一個魔除校 Enter Enter Max TOKYO 日本國國國 在東京 好啦 我選 下一個 下一個 東京外語日本學校 東京外語日本學校 我抱這間同學請你小心點啊 請加油 請加油 這一個是 是 老闆就說 你們做得 你們能不能講 這怎麼有想要取這種名字 他剛剛 不是 他想怪我們 他實在是太長了 對 斷句都不知道出來 你 下一句 下一句 日本企業協力JCC 日本學校 在千業 千業的學校不多 就算是五六間吧 就倒了兩間 下一間 IFB日本語學校 這個我很有印象 去年跟今年都有人在問 喔真的假的 有代辦推 我都不曉得那些代辦可能真的不熟 天啊 你相信我有一些代辦啊 有一些學校 他可能這兩三年才送了你那麼一個學生過去 所以他可能很久沒人跟學校聯絡 我們是不會啦 我們都常常會聯絡 不是每個都會記卡片 對 問過一些 還在嗎 那我要真心祝福人家新年快 沒錯 然後下一間 下一間是 Atago日本語學校 Atago日本語學校 藏野 再來 京都Piano技術專門學校 在京都 然後再來 JMC日本語學校 在大班 然後再來 浮山YMCA國際畢竟也是專門學校 今年YMC就倒兩間 真的喔 一間是真的 然後有一些學校不是倒地 舉例 他們有在這個清單上面 像譬如說東京YMCA 這間是什麼 親自招生 對 沒有全名要唸 然後名字很像我們 不能誤壞 YMCA東京日本學校 這間學校就是 它從去年其實就有預告 他們今年是不招生的 所以它其實去年跟今年都有預告 然後有一些大方還是狂推著講 我就一個問號 它其實也不是問題 它就好像要重新轉化 橡色的老舊要重新轉化 對 可是呢 我不是 這是我個人的事情 就是 我就寫了洪氣 請問你不要裝潢多久 未定 喔 你裝潢你會未定嗎 一定會有個期限在啊 你要裝潢多久 一年兩年三年我都可以等嘛 對啊 我可以等啊 可是問題是你要講它叫做未定 所以像有一些是因為裝潢 它是體質造成 相信我你們現在應該有讀到某一間學校 在去年如果你還在東京的某一間學校 你們是不是全校都被 移轉到另外一間學校 不是有一些同學 有一個同學 那不是我們半年 因為他要被移轉 對 所以他就跑來問說 有沒有其他學校可以學 然後我說 你不是在那邊讀得好好 日本是 不可以轉學的喔 你要轉去哪 我們學校說可以轉 學校說奇怪 為什麼你們學校 又有意義讓你轉出去 因為簽證是不可以轉的 那要重新弄 除非你有課書權限 一般都不會有 他就說他們學校要倒閉耶 就跟這一次那個啊 福岡西日本 直接那個日本入管局 直接把他全線收掉 所有的學生移到另外一邊去轉去 不是就出現這個 這種都是所謂的特殊全線 所以像有時候會遇到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要看你的業者 有沒有跟學校共同好 那有一些學校是真的會忽然不生意 所以像 萬西東京日本語學校 我知道他那邊有兩間分校 東京還有三間吧 可是像去年跟今年都還有人在的時候 我就心裡有點 因為他們就那個 其實網頁上都有啊 對啊 你就發現 他其實放很久了 因為同學不會日文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這件事 然後你們看的時候是 要嘛先點 簡體中文 要嘛先點翻臉中文 你最急的一件事是這個 對 他上面就直直寫了 大阪的不是有 他看字也看得出來啊 大阪不是有一間 就是他只有日文版上面寫了 他們不做升學 可是很多大方一直在他們 推他們升學 我也是一個我很怕 然後那個學校老師最近報名的時候不是說 你們一定要跟學生說 我們這裡不做升學 對 他們是分兩個地方 他不是有強烈講 對 我在猜一定是很多大方 連日文都看不懂 因為你要翻他的日文網頁 然後再看到某一個公告 就會看到那一份公告 別問我這麼閒 這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 去考 在別人的觀光 所以像這些學校倒閉的時候 所以同學我們選擇的時候 就是 盡量選大一點的學校 對 第二個選擇 風評好一點的學校 你只能這麼選而已 可是你會不會遇到那種 天腳很有名 可是他要結束一夜 嗯 你是選不到的 真的 他會跟你講嗎 不會 他們都什麼時候跟你講 塵埃落敬之後 對 塵埃落敬 倒閉前三個月就跟你講 就是說 等一下要謝謝20年來 多多的照片 大家支持 好我們絕對做到明天的影片 What 好啦 每次 每次都是這種 這種 比較不太好的話題 可是也是要讓主題的一種 沒錯 大部分相信很多學校也都會評估 這只是其中的 一份清單 還有另外一份 危機清單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危機清單嗎 為什麼 在日本 你打日本語學校 空格 設立 他會有很多的公司 對 所有的公司 我們大家都有這份清單 你只要開學校的 你都會有這份清單 因為這一些公司 他們會來兜售學校 他學校就很像一個東西 他就會賣賣了 所以這很正常的平常見 裡面是真的有一些 你現在有 Picot的地方 那時候看過 是誰這間學校賣喔 然後上次看 有一間學校東京的 很有名 那開價有的意義 不是嗎 然後有投資客 就說你要不要當校長 呵呵呵 一秒當校長 台灣不是也有嗎 台灣有那個補習班啊 對啊 買了日本語言學校啊 嗯嗯嗯 然後後來又買掉 然後老闆還問我們說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 反而問 老闆你怎麼都知道這件用法 從哪裡知道的 因為他們學校會反重買賣 嗯嗯 所以他們都會有那份隱藏情感 可是同學你你跟班說 你就 乖乖乖上課就可以了 就這種事情好多 好常見喔 好酷喔 可以 可以理解喔 因為很多學校是經營不上 或是有一些經營上的問題 是可以理解 好啦 我們這個分享這麼 憂鬱的話 好 每次結束都要說什麼 請大家訂閱 按讚 小鈴鐺 最後要說什麼 大家掰掰 記得 小心點 沒錯 掰掰